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脸书被停权 而绿委赵天龄又说馆长不入流 那么另外韩粉北漂影片被控抄袭 原创者要提告 这才知道原来他是民进党党工林佳龙竞选团队的成员 而另外一路走来波折不断的以和养率公投 真的被中选会做掉了吗 差两千份高分落榜 其中居然有九千多份没签名盖章 这可能吗 这合理吗 为你介绍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陆友志 千伟好 大家好 前国民党立委林玉芳 大家好 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鸿威 千伟好 大家好 桃园市议员黄敬平 千伟好 大家好 我们节目真的不是故意的 一天一国瑜实在是大势所趋 谁叫他呢 是今年选战的大热门 而说到了韩国瑜真的无极限 洗头 礼法 吃卤味 通通可以开直播 最重要的是还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人在看 好 我们看到在昨天中午呢 这个韩国瑜来到了高雄左渔军区 这是海云陆战队的爱电 这种家庭理容院 好 他要减法洗头 好 那么除了呢很有梗之外 同时过程当中呢 他也不断聊他的政见 刨出一些他的政治观点 包括他说在跑行程的时候 他提到了很多高雄人北漂工作 那么他看到民众哭 心里不舍 他就想说高雄的未来不该是这样的 当然呢 他的开玩笑 Qoo就很得网友的心 他说我们秃头也是有尊严的 所以我们也是很重毛发的 也因此飘飘飘 同时在线收看的就有五千多人了 累积到目前为止 观看次数更是高达25万 谁晓得呢 到了晚上他又来了 他吃卤味 开直播 有没有看到这回呢 更猛带着一只柴犬 他说象征发财嘛 高雄发大财 那吃的也不是一般卤味 就是高雄在地年轻人很喜欢吃的卤味 那么边吃边聊啊 他说高雄蛋白区是农余村 要帮忙争取订单 那么蛋黄区的部分呢 就是要投资客 观光客都进来 投资高雄只要创造一万个工作机会 那么讲着讲着啊 他说要什么以身相许啊 整晚陪着大家泡茶聊天啊等等的 那么事实上引起最多的讨论和关注的 是这一场座谈 就在高雄的这个建车问奖呢 力挺韩国瑜的造势现场 那么当时呢 他和这个许许多多的建车问奖 小黄问奖在聊天 那么小黄司机跟他抱怨啊 他说啊 现在生意很难做 希望韩国瑜当选之后呢 能不能够调高计程车费率 好 但是呢 这个韩国瑜就直接说了 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开空头支票谁不会啊 竞选支票很好开 但他认为额降会越来越瘦 还要继续拔谋的话呢 你只是让他死得更快 所以重点是要把观光投资带动起来 继承上生意才会好 同时还反过头来跟小黄问奖说 你也要自我提升啊 对不对 你要去学学英文啊 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好 所以看到韩国瑜这一路走来 我不知道啦 我真的被韩国瑜给打败了 那么看在这个民党的眼里 其实虽然说这个陈其脉 还有韩国瑜在这个脸书的粉丝页上 其实按赞的次数 最终人数其实差不多的 可是显然陈其脉的在这一波的空战 完全是被韩国瑜压制 那我觉得民进党会不会很欧呢 居然在网路这一块吃憋 远我都压抑了 何止你压抑 这个 你觉得韩国瑜赢过你的粉丝数是不是 对 那个赢太多了好不好 我只有6900而已 不过它恐怖是恐怖在哪里你知道吗 这个数字你刚刚念的 我一点都没办法反驳你 但是最恐怖的是 它两天一万的粉丝 是不是 两天多一万 你告诉我现在在中国史 台湾史上哪一个人可以做得到 柯文哲他花了多少的时间 还有花一点钱 他有办法到今天一百八十几万 他是没有 他是自己来 最恐怖的是他每一天多一万 你还记不记得大概陈其脉阵营 那九星连线 不曾经说过吗 他的网友全部都是买来的 我本来相信 因为成长速度太快了 除非你又买了 要不然怎么那么快 可是后来我看他一场直播 一场直播多一千个粉丝 是之前的那个 就洗头的这个 45分钟多一千个粉丝 千万你知道吗 我多一千个粉丝 我努力了一百八十天 半年啊 半年 他45分钟都解决了 一千个粉丝 而且你可以退出退进 可以看那个粉丝数码 那个很容易看 13852 然后1389多 你出去一次就多三十个 五十个 八十个 我想说哇靠 如果你真的要买 你真的买得好辛苦 因为不断地点那个买 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你如果要比 陈其脉跟韩国瑜 不用比 陈其脉是这样平的 韩国瑜是这样 然后突然这样 然后没有停的 是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 所以这个网路声量不用讲了 所以我说姚老师 你可能被盗账号了 你才会讲说他的那个 粉丝都是 都是军工家 退缩军工家 我不晓得现在退缩军工家 大家这么实性玩脸书 你们真的太闲了 比年轻还猛耶 真的不要再酸他了 你再酸下去 你会尝到你的苦果 第二个 如果说他 大家现在说他缺少 那个组织站 缺少他那个 那个票数的影响力 那个其他的那个 之前那个左南地区 被人家影射了什么 三千三百个而已 其实是一万个 那个我都不要讨论了 光你去看 你告诉我 现在大家预估韩国瑜 在高雄可以拿多少 七十万 没错吧 大家很多人预估 他可以拿七十万 哪怕六十九万 你自己去看 我们台湾的 最近代选举史上 有没有哪一个单一选区 四年前跟四年后 可以成长百分之七十六的 我想一般委员就选举过 你在万华地区 你有沒有试过 可以成长百分之十五的 了不起了吧 很难了 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成长百分之七十六 几乎很难 几乎做不到 只有他做得到 所以在组织站 他根本不用担心 他的百分之七十六是所有人回归了 他现在只差一个东西 所以他的准 准确度太高了 他只差一个北漂的 因为这些民调全部都打在高雄的电话 如果这些北漂的人被他打动再回来 不是五五波 我跟你讲是翻转 那个数字是翻转回来 那个效应大到你无法想象 所以现在陈其迈的策略是什么 他打你北漂的这些人 他不让你回来 他告诉你投他没有用不如投我 所以他们现在不断的用攻击 但是你韩国瑜用空战的 你攻击他你只会陷入你的泥沼 韩国瑜已经挖了这么大一个坑在那边 你一下来全部人都跌进去了 一下来全部都跌进去了 最后我告诉你 韩国瑜之所会赢 就是你刚刚最右下角的那段话 一个人 随便一个单位跟一个要钱 我会让候选人百分之九十 一定会给 没错吧 有些在选举的时候 给钱最简单啊 不管是老人 在现场 那个陈其迈你给我什么 给我给 小孩子我要那个 御医基地给我给 全部给 他不给的 他不是不给 我换个方式给你 我做得到的方式 这些呢 他又吸收到很多 愿意停下来去看他证件的人 不是只有在网路上看热闹 叫他把头发中分 叫他留刘海的这些人 连证件的人 大家愿意听他 结果你这些人听 你跟其他人不一样 不是从我口袋要钱 你是告诉我钱更多 我可以赚更多 合不合理 理不理性 韩国瑜现在天时地义和 加上他自己的策略 我真的很喜欢看11月24号那天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票数 如果这样听下来 我可以这样说吗 韩国瑜恐怕更对高雄人的胃口 是这样吗 就是来自高雄的委员 怎么看 这样讲 韩国瑜有他的条件 他反应很快 很灵活 很豪气 这个坦白讲是任何人 不管你是高雄人还是哪里人 大概这样的人物一般来讲 比较容易被接受 可是还有一个客观的环境的问题 就是高雄的20年来真的没有进步 真的是太穷了 经济太糟糕了 所以一方面是韩国瑜他有他人格的特质 讨人喜欢 这叫做英雄创造时代 可是也有时代创造英雄 就是高雄如果今天经济很好 如果他发展得很好 如果不是很多的孩子们离开了高雄到台中 到台北上班的话 那你韩国瑜再厉害 你在那个地方你也得不到多少的掌声 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 现在我觉得陈其迈的要担心 最近也出手很萌 在修理韩国瑜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大家都是竞选的老手 现在你选举投票还有一个多月 韩国瑜的十几年 韩国瑜的民调是一直往上走的 现在如果还剩下一个礼拜的话 那韩国瑜可能最后就输个几万票输掉 大概有43天 还有43天 你说短很短 说场其实蛮长的 那我们选举的人 大概在选举过程中会做个两次三次的民调 如果在选举前一个月你做的民调 是往上走的 因为你可能两三个月以前先做一次 那你在一个月再做一次 如果你是往上走 你那基本上是安心的 那如果你在一个月 你即使在领先 但是你的民调是下滑的 我告诉你你就要非常小心了 我现在感觉就是说 陈其迈是往上或往下我不讲 韩国瑜是往上走的 往上走 而且你不知道他会停在哪里 他还是往上走 那四十几天 到选举的那一天 前一天 很可能他就领先了陈其迈 而且可能会停不少 所以这都形势比人强了 今天韩国已经有点 好像身上穿了金钟罩 你怎么讲他 讲他真的也好 假的也好 对他真的都没有伤 一点伤都没有 他的头皮还是发亮 他一点都没有发麻 所以这个就是说很奇怪 选举选到这个样子 只能讲说真的是形势比人强 你现在民进党要怎么去挡 他挡不了 你看为什么最近传出来说 陈其决定在最后一个礼拜 要请假 完全坐姿在高雄 这当然两个意味 第一个就是新北市救不起来了 不要浪费时间 第二个高雄看起来是很沦陷的 所以这个大当家 大姐大要回到高雄去这样子 可我只想讲一件事就是说 今天陈其冠选得这么辛苦 一个可能他个人的条件 因为他并没有犯大错 可能他个人的条件 家庭背景还是什么 还是民进党中央执政不利等等 或者是初选的伤口很大 到现在没有愈合 这个不管 可对陈举来讲就是说 今天你民进党不是只有市长 失业候选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那其实这应该要检讨的是陈举 你为什么如果你这个大姐大做得非常的棒 那高雄是非常的满意 你陈举的建设 当然两任市长的建设的话 那严格讲讲陈其曼不应该这么辛苦 还要你回去救驾 如果说陈其曼这么辛苦 是因为你的市长任内两任没有把事情做好的话 你觉得你回去救他 会越救越好还是越救越糟 可是今天洪耀福又说韩国瑜拉不到绿营的票 他说他以这个他诚意在高雄送货的印象 高雄人不一样 然后又讲讲又怪不得意 洪耀福不是高雄人 你又跟柯瓶拉不到绿营的票是一样的说吗 洪耀福不是高雄人 我讲一个真话了 真正绿色的票 死中绿色的票 大概就三成 你怎么做民调大概就三成 你觉得三成会当选吗 三成里面有些人 如果对你民进党很不爽 比如你初选我支持的没有出现最后 第二个呢 你中央的政策很差 那升约的绿色里面也有军公教的啊 年纪没有取消他可能不爽 他不会投票给韩国瑜 他只要不去投票就行了嘛 我们上次立委 我们怎么落选的 很简单啊 年纪中卫文京被取消军公教人员 他们没有出来投票 不来投啊 他们并没有去投给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或是立委候选人 没有 他们就是不出来投票 国民党就惨败了嘛 所以你洪耀福要了解嘛 你怎么直远生在此三中是不是 所以你已经看不清楚状况了嘛 他们不会投票给 森立委不会投给韩国瑜 我同意韩耀胡讲的话 但我要问你 他如果在家不出来投票 是不是就等于投了半张票给韩国瑜了 就这样子嘛 不过现在我想民党呢 其实一方面也很紧张啦 那当对其他很多人一般的小民来说 应该也是很期待 就看韩国瑜接下来还要直播什么 但我们看到韩国瑜他直播 其实真的也不是在插科打魂而已 在搞笑 他其实讲了很多他的政见政策 那么尤其我刚刚特别听到 和小黄问讲这一场嘛 他其中提到 特别提到的就是说 我不要开支票 我不要撒钱 我要希望能够把这个投资带动起来 整体的市场 那小黄问讲呢 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那说到这个教授 因为我大概之前访问韩国瑜去高雄那一趟 他不断在这个访问过程中 一直在讲国际竞争力 国际竞争力这一块 我想其实他的一些政见诉求 他一直都在讲 而且是相当实际的 他就是想货头要让高雄好 对 高雄是一个有港口 国际型的港口 也有机场 那么也有高铁跟台北来串联 这样的一个空港四合一的一个城市 它本来就应该要走国际化 但是很可惜的 它的国际化并没有走成功 所以民进党这20年来 在高雄的国际化推的 事实上是失败的 所以它有在凸显这个部分 不过我个人对韩国际的整个在高雄的打法 我大概把它分三个层次来看 第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它的战略 我觉得这个跟韩国际是军人出称 有点关系 就是说它的战略正确 得到的效果很成功 为什么 因为它一看的时候就知道高雄衰败了 所以它的战略点就是说我要主打经济 那我要主打经济的话 我就必须要凸显这个高雄是衰败的 那高雄这个是衰败的 这就属于战术层次了 那问题就在于高雄过去就被于 谢长廷一直到城局把它美化了 美化了以后好像变成是高雄是不能被批评的 那么他们过去也用了很多 自入性的行销的方法 那么跟几个媒体有很多的紧密的关系 所以它常常被评为五颗星的 这样的一个城市 那被评为五颗星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可是它事实上是衰败了 但是它创造了一种假的神话 你要把它的这个假的神话 就是高雄的这个假的神话 把它戳破 按照过去来讲 我只要说你这个高雄不是这个样子 高雄事实上已经衰败了 已经老化了 已经落后了 它的人均收入已经比一般的台北 台中的市民的收入少了 它已经北漂了等等 好 只要你讲这个的话 那通常民进党的做法就是唱衰高雄 看不起高雄人 你这种人就是 你们国民党的都是这样 那过去国民党的一个做法就是 就开始为自己辩护 然后接着就退缩 就不敢再攻击了 这是过去的 但是韩国瑜采用的战术是什么呢 非典型的国民党的方式 就是再继续猛攻 你不管你怎么说 你在唱衰高雄 我们要相信高雄 对韩国瑜来讲的话 他不回应 他继续猛攻 就是高雄是不是又老又丑 然后又穷 而且一直在丢新东西 对 然后一直在丢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 整个民进党的防线开始崩溃了 防线开始崩溃以后 它的战术性的方法就出现了 战术性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讲的战斗技能 这个战斗技能它用什么的方式呢 接地气 接地气的意思也就是说 他讲在地人的话 用在地人的口气 用在地人 然后再谈在地人关心的事情 全部谈的就是在地人关心 在地人关心是什么 高雄穷了 要怎么有钱 计程车问奖说 我的生意不好 可不可以调高我的计程车费 那调高了谁来做 这很简单 那如果是过去的 传统的所谓的建制派的政治人物 就是说我答应你 我上来 我就给你调高费率 可是你计程车的费率越调高 我的国民所得没有增加 而你计程车的潜落越来越高 那坐的人就越来越少 那你计程车司机 你到最后你还是苦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 不是在于调高费率 而是我创造更多的经济繁荣 使大家口袋更有钱 更有钱 他更愿意去花钱坐计程车 整个城市繁荣起来了以后 计程车业 当然就会赚大钱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 用这种方式 问奖他们听得懂 所以我也可以当政客骗你 我当选以后 我调高你的计程车费率 我确实把你调高 我就说我兑现了政治承诺 但是没有乘客来搭 你结果你更穷 那这个不是好的方法 所以我个人认为 黄国瑜他的方式 他的用接地气的 用在地人的考验 讲在地人关心的话 我觉得他的这个方式是正确的 洗头是一个创举 为什么 因为像我们头发多的人 我要洗头没有人要看 但是很多人都想看 秃头到底要不要洗头 他洗头是怎么洗法 这没有几根头发还要洗吗 这个形成了一个议题了 好奇也会看养家吧 那要不你就是长得很帅 帅到不行 例如说像马英九 长得很帅 那他今天要洗头 装瞅给大家看 大家也想看一下 就是说你平常都为时帅帅的 然后都很干净整洁的马英九 你今天要窝囊 要窝囚一下给我们大家看 这个时候我觉得也会有人看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技术上的东西 他做得还蛮成功 但是呢 他不是只有洗头给你看 在洗头的过程中 我把我的证件再传播出去 我觉得这个是他巧妙设计 表现得非常好 对 看来这个韩国瑜是不按牌里出牌 可是目前为止还算打得一手好牌 那么也因此呢 这个民党郭正亮就爆料 他说韩国瑜接下来可能会放大决 他可能会邀请台北市长 柯文哲帮他站台辅选 那么当然今天记者很快就问了 韩国瑜这个问题 那韩国瑜呢 他好烦哦 他说只在乎曾经拥有 不在乎天长地久 他说工党已经有了 丁丁了 不会再找柯P 我跟你讲 这就是那种韩式的答法 有没有 就是他会讲一个很好笑 他跟柯P之间只在乎这个 就是不在乎天长地久 其实郭正亮当时 他一放这个话的时候 我就说绝对不可能 你知道在我们这边就说绝不可能 然后韩国瑜就会讲一堆话很好笑 其实我觉得在打选战的时候 其实最怕一个你的选举对手 就是在选前的时候 他的爆发力极强 最怕这样的一个选举对手 你并不在乎说 原来就是你的民调比我高很多 但是在选战里面 因为有些人是像道吃甘蔗 越来越强越来越好 我觉得韩国瑜就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他让这个陈其迈 好辛苦你知道吗 柯P会不会去帮他赞来 我认为是不会的 因为他也知道不会去害韩国瑜 但是两个人在高雄 会不会不齐而遇 柯P借由参加什么公开活动 这有可能 柯P总能到高雄去参加公开活动吧 那韩国瑜不小心在那边碰到他 就像刚刚讲的 有时候两个人不齐而遇 吃个滷肉饭或怎么样 这个就是民进党最害怕的 杀伤力就很大 因为昨天上午的时候 台说他洗头 就很多人五六千人在看 还有有人说 这个一个秃头洗头 为什么五六千人都在带线观看他 然后有二十几万人看直播 那你知道大家 我觉得我是沉浸版 我就觉得我还没喘一口气 晚上你又来找一个 对不对 就来吃卤味啊 然后那种柴犬啊 这个柴很有意思 而且其实后来我发现 他其实就是跟着这个小柴犬 吃卤味已经不是第一次 那他大概在一个月前 这样的直播大概十几万 十几万流染人次 我刚刚就讲说所谓的爆发力 然后他到了昨天晚上 出现大概超过四十万 我在下午的时候 看到大概四十几万的 一个观看人次 这个非常可怕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北有一个柯P 柯P也是网红 因为柯P事实上他现在也在选举 所以柯P他有一些创举 他过去的创举就是比如说 他有所谓的便当会 吃便当给你看 然后喝下午茶 下午茶谈一些市政 谈面谋 对 熊猫面膜 对 他其实也都有不错的一个 这个浏览人次 那他大概十几万 不会超过二十万 结果你没想到韩国瑜这一个 头发少少的随便洗个头 就已经这样超过他 那更不要说他吃个卤味 谁没有吃过卤味啊 对不对 像我们那种政治人物都觉得说 已经有一点吃味了 你知道吗 我刚才问那个赖老师 我说如果我洗头会有人要看吗 他就说他洗头都没有人要看 所以这代表什么呢 他在引领潮流 这就是韩流一发不可收拾 那韩国瑜的打法非常的灵活 很多人都觉得他打法非常灵活 他就是在这些 他非常接地气 然后你觉得很好玩 很好笑 然后你愿意呢 看他的直播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一次又一次地 把他的证件跟诉求告诉大家 而且我觉得韩国瑜 有一个最好的地方 他除了打法灵活 其实有所谓的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他的整个的选举主轴 他抓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现在的高雄又老又穷 那你选我要干什么 我要为你创富 创富有一个主轴 那个主轴就是高雄要有竞争力 他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市政 全部围绕在这个主流的话题 就是他主轴话题 你看起来他好像用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招式 但是他把一个他最重要的选举主轴 直接地深入高雄的老百姓里面 这才是为什么他会创造韩流 所以我还是奉劝陈其迈 如果你今天不能够真的在市政上 满足高雄市民 你现在应该找这么多的这个民进党的立委 天天跟你开记者会说一些有的没有的 可能待会我们会讨论 甚至人家馆长跟韩国瑜直播 创下这个热播这样的网路暴动 你就说人家不入流 拜托 我拜托你民进党 不要这么不入流好不好 好 到底谁不入流 我们就来看到 的确就在这个韩国瑜和馆长 在网路直播 冲破这个700万的收看热度之后 隔天馆长的脸书就被停权了 那他当然很火大了 就说那你陈其迈也来嘛 可是陈其迈说他不要来 好 紧接着我们看到呢 这是立委赵天玲呢 他就也在节目上呢就直接说 因为馆长开口闭口三字经五字经 我觉得太不入流了 结果又惹怒馆长啦 馆长就说那我请问民进党 在店上打架入不入流 丢水球杯葛丢椅子入不入流 喝酒酒驾上酒店找小姐入不入流 我讲招话不入流 你们打架最入流 好 你们领钱不做事最入流 内耗台湾30年最入流 高雄负债快3000亿超级入流 好 地盘出现5000个洞 高雄淹水这入流吗 好 这些话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反驳 好 可是呢 另外一头来看到呢 也是韩粉自制的这个影片 帮我回家呢 因为涉嫌抄袭啦 那么主要是抄袭这个2014年呢 这位成大学生张芷玲他的影片 好 因此他现在说他要告 他要告 那要告没问题嘛 反正一切走法律程序 好 问题是呢 结果发现了 他居然是这个林嘉隆竞选总部的成员 那么同时担任过林嘉隆的匿书 那么在太阳花悬运的时候 攻占行政院的主导者之一 还是林飞凡的学妹 我不管他是不是职业学生 也是不是太阳花的绝青 但问题是 如果你在六年前拍了广告 要这些年轻人回家返乡投票 那么今年你要不要 这些青年返乡投票呢 我想这可受公平的 我们稍后来讨论 不过先回到馆长这一块 入不入流的事 其实馆长回应的这些 我是没有办法反驳啦 我只会想说你民党何必呢 那在这一局上 民党惹到馆长是不是失算了 先讲刚刚你讲的这个 张子玲这个韩国瑜带我回家 纵使他是抄袭自六年前 当时为了一一二九帮我回家 这样子投票的这样一个 这个呼吁青年回去投票 对于这个马政府时期 他们做一个网络的影片反制 后来这个张子玲 他当时是找民进党的 这个立法委员何新纯 陪他开记者会 当然也被人家漏售出来 说当时他虽然是念陈大政治所 但是现在是民进党台中市长 提名候选人林佳龙的团队成员 林佳龙的下属 那现在也被人家挖出来 他过去职业学生 太阳花绝青的一个背景 那今年就算民进党 现在全面的去打韩国瑜说 这个网络影片 那个剽窃他人的这个 过去的作品 要把韩国瑜 跟这个作品连接在一起 问题是 其实网络的民众 就网络乡民 笨并不笨 他们会认为说 这又不是韩国瑜做的 一不是韩国瑜竞选总部 二不是韩国瑜本人 三也不是国民党 就是支持者做的 所以韩国瑜第一时间出来说 大家不要把这个焦点 跟重点模糊了 重点支持者帮他做这个影片 是呼吁大家 正式北漂 高雄的青年 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没有好的这个工作 或者是整个这个经济情况 又老又穷的这个主轴概念 而不是在那个影片上 你不要为了这个技术细节 结果现在连张子玲 他说要喊告 告示他的权利 他现在就跟民进党 那十个立委 韩国瑜笑称 说是陈其迈 躲在十个小海人之后 后来又说自己可能是变成 阿里巴巴变成跟四十大道 因为搞不好 民进党立委会会连番出动了 四十个立委这样 群企和公司 似乎是有这种现象 所以现在猛打这个韩国瑜说 你跟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现在这支影片的人 不要切割 就算是支持你的人做的 你也不要跟他 问题是 韩国瑜你说他切割 那你要他道什么钱 这不是韩国瑜做的 我们刚才也讲了 所以其实民进党现在打得有点歪楼 而且他的主轴都偏掉了 正如同他们看到了这个馆长 陈之安 去跟这个韩国瑜 网路影片这样的观赏 是破七百万 开始吃味了 所以逼的馆长都快要用三字经 叉叉叉叉去骂 说那不然陈其迈也来吧 因为后来不是传出来 他七天被封锁这个脸书的账号吗 然后后来传出来 其他的这个民进党立委 也在批他 就像刚刚我们在讲的赵天宁说 他太不入流了 如何如何 我跟你讲啦 就算是馆长你骂他不入流 有争议 人家就是网红 人家在网路上就是比你红 你赵天宁有本事在网路上 跟馆长比声量啊 你不怕 你就跟他在网路上比 搞不好你会比人家低 低档次 你凭什么骂人家不入流 所以没关系 这也是他的言论自由 所以我举这两个例子 你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瑜用这种打法 为什么他去洗头 而且他挑的是左营海军官校军区外面 海军敦目舰队官兵最喜欢去剪头发的理髮店 老理髮店哦 有强烈的突兀感 正如同刚刚大家讲说 一个秃头 怎么洗头 怎么理头发 他去那边做一个直播 所以吸引了这么多人看 这总比你当初台北市民进党 你提名的这个市场候选的姚文志 抱一只猫 那个动作还被人家想说 你在虐待猫 然后引起那个喵心人的这些 这个喵心一族啊 整个反弹 韩国瑜起码不会这样 所以他在网路上的操作 我真的觉得是啦 我看到柯壁的影子 当然是韩国瑜他的这个女儿 韩兵是很厉害 还有他们那一群年轻的人 但是民进党你要想想看 人家已经不是用 以前国民党的这个打法 所以你现在拼命的 一股脑的要把他抹红抹蓝抹黑 然后抹成国民党 就是抹跟国民党结合 让大家想起说 国民党不要支持韩国瑜 但是我觉得很难的啦 总有一个状况可能发生 因为刚刚我要讲说 柯壁会不会去帮他站台 我认为是不会的 因为他也知道不会去害韩国瑜啦 但是两个人在高雄 会不会不期而遇 柯壁借由参加什么公开活动 这有可能哦 柯壁总能到高雄 去参加公开活动吧 那韩国瑜不小心在那边碰到他 就像刚刚讲的 有时候两个人不期而遇 吃个乳肉饭或怎么样 这个就是民进党最害怕的 杀伤力就很大 所以我可不可以说 民进党他就是慌了嘛 先是这个馆长的脸书被停权 然后又直接骂他不入流 然后另外来看到这个影片的部分 当然你就是走法律程序没有问题 可是呢 问题是你六年前 要这些北漂青年返乡投票 那么重点来了 六年后呢 你们要不要呼吁这些 北漂青年返乡投票呢 柳志 这个整个高雄的竞选的影片 有两支真的让我很有兴趣 都是民进党自己打自己 一个就是这支片 我讲真的 这支片我要返乡投票 如果张芷霖当初的东西 我讲真的 这个新的网友易永军 哪怕他一字不改 哪怕他不用去修改里面的影片 你现在如果把它放到韩国瑜的网路上 都还蛮好笑的 影响也很大 对 因为他就根本在打自己啊 你不觉得这时候 放在韩国瑜的脸书上 也毫无违和 我讲真的 我觉得你告什么啊 我真的谢谢你 当初四年前做的这支影片 只不过现在这支 这个易永军 我真的真的没了 自己画舌篇竹 手来 他只不过在影片上 多加了一些文字 然后再把一些之前的广告 泰国的广告 在里面交叉剪接 那是重置 这就是我们电视记者常常用的交叉剪接 跟跟盖上的那些手法嘛 说实在你够用的 我讲真的 你这时候如果把这一支 对就是这支影片 你放到韩国瑜的元素 一样毫无违和 大家又回来投票给韩国瑜 所以这个你要告 张子瑜如果真的要告 告的也只是为这个易永军 到时候在法庭上 大家有的灰 有的吵 这个重置的比例 因为在著作权法上 一定要重置的一个比例 但你我都知道 我们如果用某一段歌词 某一个电影 是不是超过35% 有没有超过 如果超过了 那法官会针对这个 去做一个衡量吗 那如果既然没有 你只是要告 那你慢慢告 越告 这段时间 大家会越生气 因为这支影片是有感的 第二支影片呢 就是韩国 现场的陈其迈自己拍的 你记得吗 北漂青年要回来 那支影片 那支影片呢 据我所知 是当初呢 他们在初选时候的影片 就是当初本来陈其迈的对手 不是刘世芳 赵天霖 他们那些人 那他赵天霖后面就是谢长廷嘛 然后刘世芳的后面就是陈菊 他为了要打他们两个 说你们两个后面的老师傅 前县长 前市长 都做不好 害得我们这些年轻人北漂 结果还没用到这影片 他已经赢了 他初选就赢了嘛 那就放在仓库里头 那现在被韩国瑜左边右边 这个什么不入流什么 打到已经口齿不清了嘛 他是怎么办呢 他就告诉所有的团队说 还有没有以前 我们还有没有网路声量的东西 还是没有没拍完的影片 还是有什么 赶快都丢出来 赶快都丢出来 有我们还有这一支 那时候你初选 打北漂这个 好不管啦出去啦 出去之后 戏啊 就自己骂自己 对 自己骂自己 是我把你们送过台北去 是你在高雄不能生存 你只好到台北去生存 你要回高雄生活 那你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两支影片 都是你们自己做的 都回来自己打自己 那你要怨谁啊 你先把他怨到这边的馆长 馆长说不入流 你干脆说他不是人好了 你干脆说他不是人 昨天的直播 确实也有个不是人 迷鲁 我觉得迷鲁好想劲哦 我觉得 那个 你 我给你 你昨天看那个 那个 那个 韩国瑜的直播 你真的每一步 每一分钟 你都忍不住去留言 他的直播就是忍不住 就是想跟他互动 这个就是韩国瑜美丽 年轻人返乡投票 我还是会支持你 所以我站在这边 鼓励全台湾的 所有的北漂的年轻人 都返乡投票 你实现你的民主 这不就是跟你的理念相合吗 但是你却出来大声批判 很明显的 你并不相信民主哦 既然在吵入不入流呢 那如果说一直在公投案上面 动手脚 这到底入不入流 来看到这个一路走来 波折不断地以和养率 公投提案 果然没过 好 我们他们的联署分数 31万多份 合格分数27万呢 偏偏就只差了2326份 所以没有达到成案门槛 好 那么当然不合格的分数 有3万5千多份 那么包括有重复联署 死亡联署 未造的部分 那么其中呢 有点文章的是 这个9492份 是没有签名 没有盖章 这有可能吗 最重要的就是签名盖章 好 我们看到呢 那么同时这个 以和养率公投领行人 黄世修呢 他也提出了三点 他说呢 因为最后查核结果 不合格率是11% 好 民党府院党不期下令 篡改数据封杀本公投案 因为当初他们算过 如果是9% 而且是中选会说的 9%的话 事实上这个公投案 是可以成案的 刚刚好就低空飞过 但没想到现在是高分落榜 好 那么他同时请这个主委 陈英潜三天之内交出 这近一万张没有签名的联署书 你公开给我们看 那么同时呼吁呢 10月16号 审议会所有审查委员 拿出良心还有勇气 否则的话呢 不排除上凯道抗议 好 那么我们来看到 这个一路走来 从5月24号开始呢 这个中选会 有没有百般刁难呢 好 那么一开始先说 这份公投主文 没有具客观中立性 必须删除或移列理由书 好 那么接着到8月23号的时候 中选会又说呢 公同把大选 必须在10月16号成案 最好在8月底前呢 可以将有效联署书送达 9月再送 很有可能就会来不及 好 接着反正一直在改时间就对了 一直在压缩他们送交的时间 那么到了9月3号 中选会说 如果9月10号以后再送联署书 非常有可能会来不及 公投榜大选哦 好 一直到了9月5号呢 黄世兄送件了 送了31万份的联署书 到9月13呢 再追加2万份 好 可是这个时候呢 中选会拒收 所以黄世兄呢 就禁食抗议 那么外界也质疑说 这整个过程当中 一路走来呢 从这个时间区看来 中选会呢 是不是有故意在刁难 好 那么先别说这个 反正现在也已经没戏唱了 就知道就是不过了嘛 委员 但是你看到 这个9400多份 是没有签名 没有盖章 这有可能吗 这合理吗 当初你这个最重要 就是要签名 志工不都盯着很紧的啊 这个当志工也已经瞎了吗 公投啊 我们有 我们办公室也有帮 黄世兄他们联署了一些 这联署的东西 是来自四面八方 但是黄世兄他们这些人 主要是一群知识分子 对核能有很多的认识 对能源问题 很有研究的这一批人 知识分子的一些大学教授这样 那他们会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东西联署出送来的时候 你去负责收集的人会去检查 尤其没有很多嘛 也不过一共是三万多份而已嘛 对 三万多份而已 所以他们会很仔细的这个去看去检查 你说这里面有九千多份 没有签名没有盖章 那个每一个人收集他要交上去给别人一签 在中间可能要经过三个或四个这样的一个关卡 每个关卡只要有人注意一下 这个不是只有一份两份 有九千四百九十二份 没有签名没有盖章 而且联署数 不是最重要就是要签名盖章吗 最重要就是签名不是吗 就有点不可思 尤其黄世兄他们对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联署 他们是非常重视的 非常慎重 他们非常的担心 不会过关 所以他们自己会做一些过力的动作 会比其他的单位或团体发动的来讲 他们会更加注意 第二他们是知识分子 他们对这种东西会比较的敏感 第二他们认为他们会被刁难 所以他们自己要求更严更小心 怎么会有九千多 而且九千这个多这个字 对我来讲是蛮敏感的 你记得当时这个卢秀院他们 他们的公投 基本上来讲那也是要对抗空气污染的这个公投 他们送上去的时候 也是最后说多了九千多份 对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现在又九千多份 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九千多这个数字是招惹了谁 太巧合了 非常的巧合 所以的确中选会这次是遍体磷伤 很难看的 卢秀院他们那个连署案 跟这个黄世修他们连署案 因为黄世修非常的悲壮 日赛雨林在那家绝食 然后昏倒 然后送到这个台大去急救这样子 所以他们有一些道德 还有一些悲情的光芒在那里 黄世修出来以后 那个姓林的那位先生 当然不是我了 他就不见了 那位反合的那个圣人 什么凶 这个李毅雄 他就不见了嘛 所以黄世修 然后才发现 这个人是真的能够坚持 这个原则坚持下去 那中选会这次 人家讲白班刁难 他们这次真的是非常的受伤 他们真的要好好出来解释才行 对 尤其是不可思议的 九千四百九十二张 没有签名盖章的 这部分要不要公开 中选会敢不敢公开 本来就应该要公开 因为已经有疑虑 而且是因为这九千四百九十二份 里面如果说今天有两千多份 没有问题了 那就成案了 所以我觉得中选会应该要公开 中选会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出在于 他这一次去处理以和养绿 以及国民党的反空污的这个公投 他的立场不超然 他的立场并不公正 例如说他对于这个反空污的公投里面 一直在过度的强调说不合格率 但是事实上合格率已经超过门槛了 这本来就没有问题 因为这是过去段一康民进党时代 他们的主张就是合格率只要超过门槛 就成案 不用去考虑不合格率 当时他们是这样主张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中选会 却一直在强调这个所谓的不合格率 然后还要掉眼泪 还要哽咽 还要伪装成那个样子 好像很痛苦 但是你的痛苦跟你的哽咽 跟你过去民进党的主张 事实上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说你的在演一场戏 好 那演一场戏 使民进党的价值观错乱了 那也使陈英潜 你本身领导的中选会的立场偏颇 引起社会很大的批判的时候 他们的委员在开会 那么也就是不得不让 这个反空污空投就通过 就成案了 那成案了以后现在我们也都很明显的看到 在你刚刚跟我们列举的 从五月份一直到九月份 这个过程中 他们对于这个乙和养绿的 这个公投他们的态度 那么跟其他的公投的态度 那就更大的民意不一样了 那他的不一样 那我们就叫做差别待遇 差别待遇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待遇的 一系列的举措 我们就知道中选会已经很明显的 涉及到他失去了客观性 中立性跟独立机关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原因其实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没有信心 中选会 中选会你只负责程序 你只负责把选举办好 但是你怎么会代表民进党 你怎么会跟民进党是同一个立场 对于由全台湾的人民 自己来决定我的能源政策 我要不要合适 这么样的一个动作 一个这么民主的事情 你去完全的想办法 不敢面对民意 对 不敢面对民意 想方设法要把它拦下来 想方设法要让它不过 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 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 多次的民调 各种不一样的民调机构所做的民调 有关于乙和养绿这个议题 都超过接近 一定是超过50% 都接近60% 甚至有的时候还超过60%的 台湾的民众主张乙和养绿 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 如果这次让这个乙和养绿的公投 成案的话 那在这一次的九合一的选举中 合在一起投票的话 乙和养绿公投通过绿 成功率很高 那跟民进党的政策是违背的 那你既然跟民进党政策违背 你中选会就丧失了你的超然性 独立机关公正客观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讲到这里 我还是回头讲一点点 一点点时间 刚刚的那位陈大的学生 张子玲 现在是林家龙的竞选总干事 如果你一直主张说 你当时拍这影片是为了民主 那同样的 你也应该维持你原来的立场 就是谢谢这一位先生 帮我把当时创作的东西 那么把它复制 仿制 然后去鼓励 我们北漂的高雄人 返乡去投票 这是实现你的民主的一个理念 所以你应该是要以这样的胸怀 来去面对这个仿制的影片 而且但是你可以提醒说 如果未来或是现在 你要仿制的话 那打电话给我 跟我讲一声 那么这样是表示对我的尊重 不过你之前没有这样做 我也不会反对 因为你的目的 是为了让台湾的民族更加的落实 让北漂的首头族 年轻人返乡投票 我还是会支持你 所以我站在这边 鼓励全台湾的 所有的北漂的年轻人 都返乡投票 以实现你的民主 这不就是跟你的理念相合吗 因为这个剧本早就写好 不要忘记在双十国庆那天 蔡英文已经告诉你 有三件事情 她不会改变 其中有一个 就是2020 2025的非核家园 所以她怎么会让乙和养育的公投 联署过关呢 所以我们要做乙和养育公投 这个剧本 事实上福院党早就写好了 而且黄世修老早就预测了 那么议员你怎么看 没想到中选会还真的就照着走 这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剧本早就写好 不要忘记在双十国庆那天 蔡英文已经告诉你 有三件事情 它不会改变 其中有一个就是2020 2025的非核家园 所以它怎么会让乙和养育的公投 联署过关呢 所以在这边 这个我们要呼吁 中选会把这9492份 所谓的不合格的 不签名 没有签名 没有盖章的 请你公布出来 因为这个严重影响 这一次的以和养绿的公投联署 能不能过关 而且更重要的 是不是能够在11月24号 公投榜大选 这非常重要 虽然大家都知道 公投法修正之后 那大家说打开鸟笼 所有的门槛降低 但是不要忘记 因为你一个公投案的通过 它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门槛 就是投 就是投票权人数的四分之一 那如果按照上一次的 这个总统大选的人 就投票人数的话 所以任何一个公投案 你要公投成案 就公投通过的话 起码要460多万的人投票 所以为什么 大家会发现在第一时间 为什么黄师兄要绝食抗议 因为他知道中学会 是在卡他什么 卡他就是让他不能够 在11月24号的时候 跟公投榜大选嘛 也就是你今天 如果他错过了10月16号 整个的审议委员会说 因为他差两天多分 他没有达到门槛 所以没有关系 请你再补件 那对不起 那他就没有办法 在11月24号 赶上 但你想想看嘛 如果不能够在 这个大选日投票的话